第78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19号开幕 在第一天的议程中 新上任的巴拉圭总统潘尼亚 在演讲时力挺中华民国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 除了巴拉圭第一天有发言的中华民国友邦 还包括瓜地马拉总统贾麦黛 以及帛琉总统会数人 两人也在演讲中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在中央的二世纪中华民国家会 这些细节中华民国家会除了一国 像台湾 一国家会达到科技,高技,健康,健康, 和其他人的抗議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除了台湾民国家会除了一国 让他们有一个声音 为了这些议会 台湾的23万人 有很多人要求到世界上 另外 尽管与中华民国没有邦交关系 杰克总统帕维尔也在发言时为台湾发声 谴责中共升高台海的紧张局势 帕维尔还表示 杰克是亚太地区可靠的盟友跟伙伴 会继续与该地区的国家共同努力合作 新唐人雅乐电视 林嘉维 李一红综合报导